你经纪人不是跟你关系 不怎么样吗 这不一直没跟你说呢嘛 早就换了 其实 而且啊 现在这个经验 我还挺喜欢他 就他做什么 我都觉得很顺眼 那就行 跟人家好好相处 儿子 今天找你过来 是有正经事跟你说 你哪次找我来 不是说正经事 说吧 等会儿 一会儿就说 等什么呀 等个人 爸 你不会又把他 也叫回来了吧 聪明 来了 伯伯 叙叙 可欣 快来 快来 随意吧 叙叙在呢 想我们啊 我爸在这儿呢 你这样多不好 让他看见了 没什么不好的 我觉着挺好的 爸爸到欧州去的时候 黄氏成员见面 都互相拥抱 然后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刚才他只抱着一边 还差一边了 你是 我 我姐 在 在那儿 姐 你干吗 方一人 叫你姐干吗呀 干什么 来 姐 可欣男啊 叫那么大声 什么急事 你在家穿那么漂亮的 没有人会啊 什么 没什么 不是 这是干吗呢 又打起来了 可欣姑娘来找她有点事 把咱们俩聊聊 那个什么 我跟我姐去逛逛逛 我也去啊 你去 不用 老师 今天怎么会有事呢 怎么会有事呢 小旭啊 你你你你 可欣姑娘是过来找你的 你你 你拽上你姐干吗呀 你俩出去逛逛逛逛逛 看看电影 郑伯伯 我还是给您商量一个正事 我偷朋友在美国给叙叙请了一个特别好的私人医生 技术也特别好 但是 预约的人有点多 所以 可能要等 没关系的 这些事情小钱都能处理 她也跟我说了 最多也就等到下个月 小旭 你看人家可欣姑娘 为了你都操碎了心了 说好了啊 准备一下下个月咱们去美国 郑伯伯 我也想一起去 你当然一起去了 我问一下我经纪人 你身体是你自己的 你问经纪人干什么 是啊 你也说了我身体是我自己的 我指挥着我的身体去找我的经纪人 跟他商量一下 没什么存 再说了 你从小就叫我要尊重别人 我也尊重别人 是吧 你爸说话还没经纪人管用是吧 不是 我确实你 依然 爸有话跟她说 我也有话 抬我裙子的 我也有话跟我姐说 你别老强我姐 行不行 你们俩做得好好的 我给你姐这一句说 到了美国的事你就交给我吧 我负责到底 我一点都不想去美国 我觉得待在我祖国挺好的 可惜为了你的病 花了不少心思和精力 拖了各种关系才给你找到最好的医生 别对人家说话那个态度 枉费人家一番心意 我对他说话 其实已经很注意了 你不会跟我爸想的一样 要逼着我跟可欣在一块吗 你觉得你姐是那种人吗 这个世界上 能够自由自在的恋爱 是最幸福的事情 你觉得我会让你跟一个 你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吗 再说了 你是什么个性啊 如果你不喜欢 就算别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你会同意吗 还是你了解我啊 姐 弟 可是现在看老爸的意思 是铁定了心 想让可欣进我们家门了 姐也觉得 可欣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人品也可以 对你也一心一意的 她倒是一个完美女友的类型 可是你一直这么抵触 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人了 我 让你猜一猜吧 是不是那个叫 杨真真的 你怎么知道啊 废话 你身边一共几个女的 那倒也是 怎么样 发展顺利吗 其实得早就看出来 你对她的感觉不同 还行吧 我也搞得清楚 有时候呢 觉得她喜欢我 但又有时候呢 觉得她老是故意懂什么 弟弟 你是不是傻 不是我傻 是我第一次谈恋爱实在没经验 等我谈过这一次以后 我就什么都懂了 不对不对 等我谈过这一次呢 我也就不需要懂什么了 可是 杨真真要进我们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爸是不会同意的 她进不了我们家 我就进他们家 我要进不了他们家 我们就自己建立一个家 这有什么样 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吗 人生就是这样 简简单单的多好 爱就一个字 爱就是这么的简单 真是 真的很羡慕你 能这样肆无忌惮地相信爱情 这种感觉都好啊 好吧 姐站你这边 你能不能别把你自己说了 那么老气横丘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情感是也很丰富 好吧 是啊 就是因为丰富啊 越过千山万水了 现在看什么都没感觉了 对了我给你看个东西 是吗 对了我给你看个东西 是吗 这个是我设计的一套首饰图样 你帮我看看怎么样 你画的啊 你画的啊 画得不错啊 你不是一直对设计首饰 不感兴趣吗 干吗要学它 以前是不感兴趣 现在是只想做一套送给一个人 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搞出一套成品 好 不 别玩了 不要 你 这么快 知道 你 还真是 好 是 我 给你 对 我 by bwd6 by bwd6